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三大指数再次回到28000点之上 由于整体来说 英文媒体对于中美能够在12月15号之前签字 目前依然是应该说超过了60%以上的信心 因此股市目前还是维持在高位 并没有持续下跌 那么正因为股市的反弹 黄金价格是下跌 现在报价1465美元附近 油价继续上涨回升至59美元 而数字货币依然是在8000以下 在今天的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澳大利亚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地产实际上自6月份降息以来 到目前是持续上涨 但是相比较而言 汽车销量却连续20个月发生下滑 包括了零售商场的打折也好 促销也好 依然没有能够拉动零售消费 这到底为什么这相差如此之大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从每个星期的房屋拍卖率 清空率 包括我们朋友圈里面做新闻 做地产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发的消息 我们都不难看出 最近几个月澳洲的房价 特别是二手房市场 反弹非常的迅速 很多人都是纷纷杀入 6月份还能看得起的房 到现在已经买不起了 6 7月份一旦错过了机会到现在 越等是越远 大概是80万的房 现在要100万 100万的房当时现在可能要120万 虽然涨幅从数据上来看 平均的话并没有达到20% 但是应该来说 很多的热门地区的房地产 特别是刚需房价 目前在过去几个月上涨的确非常之快 那么很多朋友也问 那为什么地产恢复的这么快 但是澳大利亚的消费依然是没有什么起色呢 特别是汽车销量目前下跌 连续是20个月出现了下跌 包括了商场等等的打折促销 但是始终总的销售量迟迟上不来 应该说有几个大的原因 我们要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房地产上涨 为什么房地产能够上涨 因为它是一个赚钱的 自从你投入到地产里面 买入房地产的那一天开始 在目前降息的环境下 地产就是在升值 那么相比而言 另一方面 消费不论是你买车 还是买商品 自从你买入的那一天起 它其实就是在贬值 所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消费疲软 美国那边尽管是在高位 但是由于前景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对此保持了一个谨慎的消费态度 这样一来的话 假如我只有一块钱 那我肯定会选择投在能够让我资产升值的地方 也就是房地产 所以说在同样有限的消费下 那么大家都会非常理智的把钱花在增值的产品或者物品上 所以说房地产投入之后是上涨的 而你不论是贵的LV的包 还是两块钱的钥匙扣 自从买了以后就会开始贬值 那么另一个原因我们也要知道 其实澳大利亚的经济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今年依然有轻微的增长 但是我们要知道 澳大利亚目前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1.6% 每年吸收25万的新移民 这个数字是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但是现在今年的经济的增幅却是低于了1.6% 这也就是说明如果没有这25万的新移民 那么今年澳洲的经济那就是一个负数 因为平均到每个人人头上的经济总量 其实是在下滑了 所以说我们知道虽然说现在很多民间呼吁减少移民数量 因为这种设施建设跟不上 但是澳洲你不论是哪一个党上台 共党也好 自由党也好 他们清楚的知道 一旦移民数量减少 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说 那经济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负数 所以说移民人口这两个大的政策 是目前维持澳洲经济能够过去28年增长的最大原因 好了 说完澳洲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中连续出现放缓 目前的经济的增速已经从6.5%下滑到了6% 那么根据上个星期末 这个中国人大其中一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发表的评论说 中国经济未来预计在未来几年中 将会持续在5%到6%的中幅增速区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未来很难再看到有8% 90%这样的高速增长 即使中国的经济体量现在已经是GDP全世界第二了 仅次于美国 那么如果以人民币的购买量来计算的话 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美国 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其他国家 像日本 德国 欧洲 法国 包括澳大利亚等等发达国家 其实每年的经济增速都是在0.5%到2%之间 如果增速能够到3%像美国一样 那已经是非常厉害 所以中国的速度如果能够保持在5到6 以现在的总量来说 那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为什么经济目前一直是下滑呢 或者说一直在放慢呢 里面可能有千百种原因 我们一下子说不完 那么我们挑选三种 我个人看来比较重要的原因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国内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过度倾向于或者倾斜于国有企业 或者央企等等 那就造成一个我们上周说到的 汗的汗死或者是烙的烙死 一方面呢 国有企业可以轻易的拿到银行贷款 而且钱多的用不完 还可以自己出去放贷 那另一方面呢 中小企业却拿不到钱 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人 这个我们说的打工 现在的劳工也非常紧缺 这是第一个我在看到的原因 第二 就是其实中美关系 在过去两年中持续在变换 自从2018年年初 开始的这个贸易战 到现在还没有最终解决 那么由于这个贸易战的原因呢 现在的中国的出口数据 在过去几个月也是连续在下滑 出口是能够创汇的 也就是能够赚取美元的 出口的减少 就意味着美元进账的减少 这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呢 很多的资本还在每年向外流 因此就需要出口呢 来增加外汇储备 所以说一旦这个出口的数字减少 那么很有可能外汇储备上 也会有很严峻的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的好坏 在未来将会直接影响到 中国的出口数量 第三呢 就是中小企业 我们知道其实呢 可能国家的GDP呢 依靠的是大型企业 但是居民的就业和居民的生活 其实靠的是中小企业 所谓中小企业很有可能就是 街边的一家奶茶店 或者呢 就是一个休闲铺 或者是一个卖自行车的 这些小街小贩 或者说是一个小的店铺 可以养活非常多的人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条一样 很多的中小企业主呢 对于未来这个信心不足 他们不敢继续投钱到自己的生意里 只想着呢 最好能够呢 降低成本 或者说尽快把店转让 所以说如果能够提高中小企业 对于未来经济的信心 也能够重新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总结三条就是呢 目前的资源过度倾向于 或者倾斜向于国有企业和央企 第二就是中美的关系 影响到了中国的出口数据 第三就是中小企业的信心问题 这三点条件 如果其中有一点能够得到改善 那么相信中国的经济未来 将会再次重新增长 或者说再次保持 重新以高速度增长 以上呢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欢迎随时拨打电话 8658-0602和8658-0603 向我们咨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